哈喽,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Heptag 有位股友呢,就打算要买这只股 他没有给原因 但是我们来看看下 他自从在这边DEPO MA200 就一直在 MA200下面排回 一直很难占上去 这边突然有一个时间是 占上去最后也是DEP回来 所以我之前就一直强调 MA200是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指标 他DEPO之后呢,这边有个 LOW,现在呢在DEPO 这个LOW变成LOWER LOW LOWER LOW 就说整个形势呢 就是非常的 不好了 这一边呢 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就是之前这边的 如果是为了 怎么讲呢 短线 短线投机呢 老实讲,现在马路的话呢 他肯定会在这边 这边投马的时候 大概是4.8 4.9 的时候就被挡下来 他是 短级里面是不可能 突破这一个 这么雄厚的这个 红码风的 剩下主价大概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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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如果要上到这边4.9 大概是有10%的这个 potential的这个 profit嘛 但是 是不值得的呢 我还是觉得 不是很值得 如果真的是要的话 最少都要等到 他有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就是这个 因为之前这边也是证明的 你看这边 他上去之后 又被M200挡下来 当然如果是短线 这边买 然后打算在这边卖的时候 也就是五毛二脉 这个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策略 但是这个肯定要顶盘了 要时常去看着他 不然一不小心 没有注意的话 他一下子Utend 就会很惨 就会很惨 就会损失了 如果是算长期投资的话呢 肯定要等第二只脚 我个人是觉得 再看多点 再看多一下子吧 ok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意见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